上一期说到,我们的旅程从北马其顿开始 一行人在湖边晒出了惨烈的分界线后 我们的下一站是大山中的阿尔巴尼亚和黑山 现在是8月13号 我们今天去这趟旅程的第二个国家 阿尔巴尼亚 现在我们计划在阿尔巴尼亚就只待一个晚上 在他们首都Tirana 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好像也是欧洲最穷的几个国家之一 他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以前的那个老总统 大家有兴趣可以在YouTube过的pdp看一下其他人给他们介绍 他们那个总统就是得罪了各个国家的人 然后最后搞到自己被孤立了 他们以前那个老总统一直觉得其他人要打他们 所以在阿尔巴尼亚修了很多碉堡 所以等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碉堡在路上 在我们乘坐大巴向着他们首都进发的途中 随处可见路边的碉堡 在前总统霍查的领导下 保守估计阿尔巴尼亚完工的碉堡数量超过17万座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计划指在他们的首都Tirana待一个晚上 于是下了大巴后 我们就顶着高温前往他们的地标性建筑 走在大街上 当我看到当地出租车的那一幕 我真的感受自己回到了重庆 看到了土耳车 这里的水果也特别便宜 大家可以按照1比120的规律来换成欧元 由于实在是太热 我们接着去参观了一个碉堡博物馆 当晚又吃了一顿便宜的晚餐 第二天我们就匆忙离开了阿尔巴尼亚 前往了黑山 我们的计划是先前往黑山首都波德哥里茶 我们终于到了 感受到了自由 为什么 因为车上很累很累 我们坐了多少时的车 90 10 20 30 本来要坐多久 恭喜大家 你看我们去租车了 他们这个加油站还是蛮有特色的 感觉像公交车站一样 租到车后 我们顺路前往了奥斯特洛修道院 这座修道院建立在悬崖之上 它是巴尔干半岛参拜人数最多的修道院之一 我们去的那天 挤满了前去参拜的信徒们 这些朝圣者的传统做法 是从下寺院 赤脚步行至三公里外的上寺院 进入教堂向圣巴西尔祈祷 他于1671年去世 修道院为了纪念圣巴西尔 将他的遗体暗藏在修道院内 我们当晚入住了一个大山中的农家乐 由于只有租车可以到达 因此一个可以睡六个人的小屋 一碗只要250人民币 当扮演我们把灯关上时 天上的银河可以用肉眼清晰可见 我这辈子都没看过这么美的夜空 尽管空气中弥漫着牛粪的味道 第二天刚醒 两只小狗就跑来我们小屋玩耍 在这个农家乐里有狗 有马 有牛 也有无数的苍蝇 有羊 也有被煮熟的羊 对羊肉在黑山可以说是一道名菜 通常与土豆搭配 同时他们还会制作一道 和我们腊肠味道几乎一模一样的肉肠 看着这盘腊微拼盘 是不是有点过年那味了 这个东西是黑山的油条 但是它们做成了圆形 味道基本上也相差不多 我发现黑山和中国的东西真的很相同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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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牛的 黑山有个非常著名的国家公园 叫Domito 如果时间充足 我建议大家留两天去爬山望远 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被迫放弃了爬山 只欣赏了他们山下一个叫黑湖的地方 到这里 我们团队中的美美就要离开我们 回到德国接着上属校的课程了 在音乐送别的背景下 我们与他深情告别 就祝他上课顺利吧 由于我们旅游那两周的天气太过于炎热 随处都可以看见山火 但还好山火没有大面积蔓延开来 原本我计划将这次旅行分为三期来见 但现在看来貌似要四期才够了 下一期 我们将探访黑山的海岸线 也将来到全力的游戏拍摄地 克罗地亚 让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一键三连哦 好 我在录像